7月1号起 吞房税正式直施 许多不动产有信托的朋友 心中有个纳闷 那不动产信托以后 房屋税地带税 到底还可不可以适用 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的规定呢 我们首先看到 受益人如果是委托人 他本人自己的话 这我们称为叫自宜信托 111年的1月 前年的1月 财政部的解释含令是同意的 只要你的符合相关土地税法 房屋税条例的规定 你的地带税房屋税 还是可以适用相关的优惠税率 但他一信托没有 所以在金管会 这一两年来的努力之下 例如说父母亲为了要照顾 这个身心障碍的子女 所以他因为受限于 房屋税地带税没有优惠 所以会造成父母想照顾 这些身心障碍 或进程疾病的子女的话 会造成退却 所以在金管会的努力之下 113年的6月就3个月 财政部做出一个重要解释含令 这个他一信托的部分 可以哦 但是要符合这六大要件 首先他的受益人一定是 配偶仅限于配偶 成年子女及未成子女 然后要符合这六大要件 首先注意听 受益人一定是配偶 还有已成年子女及未成年子女 那这三个人其中的配偶 跟已成年子女 一定要具有身心障碍法 简单身心障碍 或者是精神疾病 他领有这手册 这才可以哦 若是我们要照顾 若是家庭的一个我们的初衷 然后呢 这房屋大家共实际居住 不得有这个信托内容 不得有约定 日后做处分啊 出售啊 移转给第三人 不行不行 再来第三个要件 受益人呢 确实享有全部的信托的利益 委托人 并没有保留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第四个要件 要半句呢 户籍登记 而且要符合相关税法规定 例如土地税法 面积 督三背积 督土不能超过三公母 背度是土地 不能超过七公母 那房屋税条例 例如说第七条 那个要在开吞前四天 要赶快申请 否则下期来试用 那数量的话 地大税 土地税法十七条 第三项要有一处 本配位一处为限 房屋税的部分呢 本配位的话 全国以商务为内 所以记住 这次财政部的半官胎义信托 也可以享有自用住台 地大税跟房屋税的优惠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照顾这些弱势的家庭 所以父母亲要照顾 未成年子女的话 记住配偶 或者是 这个已成年子女 一定要有身心障碍 近人疾病的资格 保得的话不行 那未成年子女 也要提醒 等到他成年以后 这个优惠就没有了 除非 这个未成年子女 然后呢 他本身具有身心障碍 近人疾病 日后种植成年 他还是可以享有这个优惠 以上的这种呢 地段小堂诗 跟各位分享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